沒錯 根據他們的邏輯 然後還有第二宗 立場的腦屈案 立場這宗我們就恭喜鍾佩權 因為其實他前天獲得保釋 但是不保釋他不行 不是說法官大人格外開恩 不是說他良心發言 是因為他現在這個所謂煽動刊物罪 刑期的最終是去到多少 其實就是兩年 等於羊村案 羊村案已經判出了 19個月 現在你再坐下去 其實已經坐滿一年了 你再坐下去 其實你可能會超過刑期 最後你輕判重判 但是你現在如果中間是輕判 輕判的話你可能會超過刑期 那就不公 不公之後 你現在就等於令到被告 我不坐都坐了 那些人就認了他 認了他我當庭釋放 這個是不公 這個是不公之一 不公之二 立場新聞案不公之二 就是現在揭露的 就是說余若薇有份打 做了一個辯護大律師 以及馬維坤 黃偉宜 那些 他就說現在他找那些證據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立場新聞 在國安法立法之後 你記不記得 其實他 他在6月27日的時候 立場發了聲明 說部分文章會下架 這個是國安法之前 是的 那些是評論文章 但是那時候 正正就是立場新聞 出了這個聲明之後 那幫國安警 立刻做事 劇圖 快快去 他現在想消滅證據 消滅證據 現在就劇圖了 找了一個 現在就是處理這宗案件 那個叫做國安處總督察 陳安明 他就說 指示他的同事 他是電腦組Y1小隊 指示他的同事 快點劇圖 劇圖的證據 現在劇圖了證據 其實他就劇圖了 整個整個證據 就劇圖了587篇文章 那這587篇文章 我們最後都知道 呈堂的就是30篇文章 是30篇文章 那為什麼 你偏偏只選了30% 即10%都沒有 587篇 裡面只是選了30篇 為什麼 但是當初是說 呈堂上去的 是有150 是啊 你不斷選 立場新聞是一個媒體 因為媒體 其實是百花齊放 百家真名 當然他會有些立場 但是 如果你只劇圖了30篇文章 你重點招呼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煽動 有煽動刊物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這些事情 有煽動意圖罪 譬如我 立場新聞 評論版有很多人 左中右也有 你只劇圖了我右那些 即是 那些自決派 或者是 那些比較激進的言論 你只劇圖了那些 你又不劇圖了那些 反對自決派的言論 比較溫和一點 是啊 那就對他不公 那你現在 你現在是告的 是設兩任的總編輯 以及整個立場新聞 說立場新聞 整個媒體 是煽動罪 前兩個月 其實我們也報導過 余若薇 甚至說律政司 做這件事 根本就是低級錯誤 什麼叫低級錯誤 的意思就是 你要煽過30篇文 但問題是 你呈堂 給人看的 原來只有150篇 接著 你再猜猜猜猜 原來你有600篇的劇圖 你不再拿出來 為什麼你不一開始 就把所有的劇圖 拿出來 然後說 我集中只講這30篇 所以 負責辯護的余若薇 就很火滾 有沒有搞錯 我是一個媒體 我是廣立百家之一言 你現在只剪了30篇 然後去扣陷我 那真的很不公平 另外還有12篇 好像支援 但問題是 再之後的300多篇 就不見了 其實原本 他剪完之後 發覺不夠差 然後又加了 這個就激興了 就算你法庭 其實也發爛 你整天去改 那些證據 你提堂之前 其實有些事實和證據 所以 擴辯雙方都同意了 才可以開庭審 然後大家 劃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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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擂台就是這麼大 我們就是審這些 我們就是打這些 我們以前看TVB那些法庭劇 裡面其實是有一份 叫做 起訴記錄問卷 大家事前 一定要填 填完之後 就對完之後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才可以開審 但這個問題 余若薇 就看到你的問卷 不斷改來改去 證據不斷增加 看到一路看的時候 不夠砌 不夠入 就是一路摸著石頭過河 搞到控方 都覺得很不公 我沒有時間準備 原本你只是這三十篇 你突然間加料 有沒有搞錯 然後再加現在到五百八十七 沒有五百八十七那麼多 只不過他就說 五百八十七裡面抽出來 我知道 但說的是 他最後供應出來 是有五百八十七 他自己承認有五百八十七篇 你剛才說過 那今天有什麼新聞 今天就是去開審的時候 其實就是余若薇他們 馬維坤他們 就去審問陳安明 記住他 他就說 審問他 他就說 他不記得了 那裏究竟有多少篇文章 抽出來 抽到五百八十七篇出來 只不過他們主觀認為 這些可能是違法的文章 就是抽出來的 他和另外兩個警員 最終篩選三十篇 給主觀 其實是有篩選過程的 過程是沒有特別留意過作者的 這個你說的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其實還有其他人 其實是 昨天 有誰 Ben 林兆斌 都告訴我 原來原來有他份 是嗎 這麼嚴重 林兆斌說 有他份 還有不知道誰有份 其實是 那些未見過報的 原來也有份 難怪最近有些朋友 一直在說 想知道 你立場的五百八十七篇 他裏面的那些名單是怎樣 其中那些有杜耀明 有葉一之 還有阿薯伯伯也有份 是嗎 根據控方新披露的文章內容 部份涉及作博客的文章 有杜耀明 杜耀明通常是自由亞洲那邊 轉載過來的 他是一個杜耀明評論的 每個星期一次 是的 但是他又不敢動這個國勢力 林兆斌 還有葉一之 薯伯伯 薯伯伯就應該 大佬啊 人家薯伯伯 真的是做旅遊博客 是的 說在西藏開咖啡店 所以你現在看到 他畫個圈多大 其實是 畫個圈多大 他案情就說 2021年6月22日 他的上司 警司王靖嫻 就說 立場說要下架 快快去啊 高級警察 高級督察 高級督察 盧健賢 快點給我看看 立場的內容 幫我看看 2021年1月1日 至最近期的文章 有沒有文章可以組成的 盧健賢 負責審視 2020年7月1日 至12月31日 期間發布的文章 列印他的標題 內容和網址 他說違法內容的準則 是不是違法內容的準則 就是有沒有干犯罪行條例 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 和國安法 勞警官 已經保存了553篇文章 整理成冊 已經出了書 王靖嫻 就向王靖嫻匯報 王靖嫻要他持續分析 立場新聞的內容 他已經做了一次福檢 看了兩次 馬維坤就問 陳警員 陳督察 陳安銘 究竟現在警方的情報 是來自哪裡 是有人投訴立場 警方內部調查 還是不是警方的來源 他當然是不好意思 他就說文匯大公 他就說不是 他就說不清楚 他就說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又去告人 警司王靖嫻 即他上司 就有沒有說過 哪些內容的作者 和題目 和時段 要特別留意 他就說沒有 其實選這篇文章 其實選五百多篇文章 都不是我去上 有資源 我都想看完整個網站 沒有時間 他說最初羅列了 超過五百五十三篇 但是確實數字 又不敢說 至於 他沒有專門去針對作者 是情報分析 但是情報分析 就不等要調查 現在就是爭論這些 但是 現在的辯方質疑 陳安銘 現在陳安銘 他自己本身的做法 就有規限調查角度 如果你規限調查角度 可能是偏見 你專門去搞到 你給人印象就是立場新聞 就是煽動的 就形成這樣 形成這樣 當然不同意 從無限制過 沒有規定過 可以看什麼 可以不看什麼 最後都說 就是主觀去選擇的 這些文章 主觀就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 為什麼說 現在國安法 你講了 國安法的條文 它講到明 是會符合 國際公民 和政治權利公約的 如果你要符合 你要保障言論自由 其實你警方內部 尤其是國安處 是不是一個很清楚的準則 哪些 是不可以 亂禁去 去損害別人的言論自由 如果你沒有 是純粹靠主觀的 其實你是違反了 國際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公約 其實是違反了國安法 應該這麼說 國安法和聯合國政治及公民條理的公約 究竟中間有沒有抵觸這件事 他們都搞不清楚 而且是違反了這個 基本法27條 如果法庭真的講道理的話 其實是可以告他違憲的 但沒用 因為你那個最終解釋權 都是人大那裏 人大話給你聽 現在知道很兇的 如果你最後判立場新聞沒有罪 又說判他們 因為現在立場新聞 余若薇就是爭取一件事 就是永久終止聆訊 但你最後如果 被他用永久終止聆訊去打掉的話 你知道那些不是史眼傳媒 這個是皇帝傳媒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又會出一個最強音出來說你 即是香港法官 即是香港法庭是否有管轄 即是你們管轄是否確有困難 例如黎智英案 你都見到的 給不給天空 找不到律師 那就送終審 譚耀宗的說法 即是這樣去恐嚇你 甚至大領落 甚至出了一篇聲明 講得明白 如果你沒辦法得到情治 正義 沒辦法得到新章 那你的法官就懂得做 即是已經是 已經是老屈了你有罪 即是 其實就不是說警員 你講什麼調查 什麼初步去調查 什麼做情報分析 講來浪費舊氣 最後你就是 你就是 喂 中央講什麼 你就講什麼 你是喉舌來的 裝什麼公正 你最後入了他們的數 其實是 沒所謂 因為那些人被人制裁了 港澳辦被人制裁了 就是被人制裁了才不訓炒 所以才這樣做 所以 如果你真的被人制裁了 然後死豬不怕滾水鹿的話 一不做二不休的話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美國財政部應該加碼制裁 其實是 我們經常講的 加變條款 加變條款 其實是加碼上去的 因為那些人不害怕 他可能真的不害怕 沒有所謂 你做了這件事就預料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要付上代價 不要以為 找過一次數 然後 就可以 隻手遮天 打算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黎智英案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說的 一直到現在 法庭判你 黨媒判你有罪 經典 對 來的